你 胡子 你你团长在吗 团长去新城开会了 什么时候回来 说不准 你咱俩有事啊 没什么 行 那我先走了 嗯 班长 班长 喝了 班长 这儿出了点状况 什么状况 那吴组长把孩子的事 跟牛说了 什么 胡组长 喂 先生 胡组长 你怎么能把孩子这事 告诉成牛呢 有什么问题吗 这件事情涉及到他 当然得找他调查了 可成牛是什么脾气 你应该知道 是啊 这成牛是一个 都能把天上的云彩 扯下来当棉花坛的人 他本来就在火头上 这样做只能是火上浇油 我不这么看 成牛同志的脾气 是有些鲁马 但是 我相信 他会冷静地 处理这件事情 来 坐吧 江厂长 你不是常说 我们要关心同志 包括他们的家庭 和感情问题 既然现在事情 有了新的进展 我们为什么 不利用这个大好时机 来解决问题呢 可你想过没有 我们本来是在调查郑天峰的 可现在以来 就是因为他一句话 矛头一下转向了花子汉 对了 关于这件事 我还要这样跟你说呢 对这个郑天峰的调查 现在已经初步有了一个结果 我们对当地的农民协会 还有部分老乡进行了走访 他们的口径基本上是一致的 说郑天峰虽说是郑维新的儿子 是郑家的大少爷 可是他没有参加过白枪会 也没有血债和劣行 在老百姓的口碑中 应该还算是可以的 如果要说他有问题的话 大多数的老百姓 都还是谈他和凤之间的 乱七八糟的关系问题 什么 银铺叶盖啊 勾勾搭搭啊 有些话 我实在是说不出口 总之 纯属是他个人的生活作风问题 他们说凤是扫把星啊 无理惊啊 是个坏女人 也就是说 郑天峰没有什么大问题 有问题的是凤和花子和老 这都是当地老乡反应的情况 这就是你们调查的结果 江队长 如果郑天峰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看就没有继续关他的必要 还是把他送回当地的农民协会去处理吧 来 报告 进来 什么 他是一个人悄悄去的 怎么了 江队长 你的爱人郑秀云 给他爹上坟去了 上坟 是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本该早些来看你 可是因为这个跟你葬在一起的人 我不能常来 对了 哥找到了 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 组织上一定会宽大处理的 你放心吧 我知道你一定会怪我 怪我六亲不认 但是我没做错 我做的是对的 妖怪只能怪郑维新 他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 是他害了我们郑家 我真的恨不得自己不姓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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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队长 现在是敏感时期 他这么做 是不是有点够冷静 是啊 上次庆功会的事还没处理 现在又公然向革命开始挑战 这是不是有点 江队长 你看这件事 你找我啊 不是 我找花子汉呢 他人呢 他不在 去哪儿了 我也不知道 我也在找他 我能进屋看看吗 门槛不高 门框不低 想进就进吧 我都没有含过 他不在乎 他不在乎 我都没有含过 我都没有含过 他都没有含过 他不在乎 我都没有含过 他所说的 他不在乎 他就是 有点重量 你叫啥 他啥时候逃跑的 逃跑 谁逃跑 还能有谁 你是说汉子 他为啥要逃跑啊 他又犯了哪家的王法 芳儿 我现在来这儿 不是代表红军 不是代表王法 我是代表我个人 代表一个可怜孩子的父亲 我希望你告诉我 花子涵究竟去哪儿了 我真的不知道 昨天晚上 有人在我家门前 在槐槐树的时候他还在 后来就不见了 啥时候的事 我也不知道啥时候 我夜里有点事出去一趟 回来他就不见了 也就是说他昨天夜里 就畏罪潜逃了 什么畏罪潜逃啊 他又犯了什么罪了 咱们的 我的孩子 是他偷的 是他把孩子卖给了人贩子 你说 他说 憨子他偷走了花 还卖给了人贩子 太可笑了 不是 你还笑得出来啊 偷回去几年 你说的话我肯定信 不过现在你打死我 我也不信 他说的果然没错啊 他是谁啊 你现在用不着管他是谁 你现在就告诉我花子汗究竟去哪了 是大少爷说的吧 他说的话你也信 那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呢 他说的哪句话 那些假话 哪一句不是有鼻子有眼的 他还说花是他女儿呢 那好 就算郑天峰说的是鬼话 花子汗最想跑啊 谁说他跑了 你说没跑就没跑 人呢 你告诉我 郑天峰在哪儿 我要问问他为啥要遭见憨子 他到底想干啥 我现在没工夫搭理你们这些鸡飞狗咬 乱七八糟的破事 我要找花子汗找我孩子 你说啥 鸡飞狗咬 乱七八糟 你是说我和花子汗 还是说我和郑天峰 你 你站住 你说清楚 谁和谁鸡飞狗咬 谁和谁乱七八糟 你怎么不直接说我是丧门星 狐狸精呢 你别胡叫蛮缠的我找的是花子汗 花子汗是我男人 他会做啥不会做啥我比你清楚 放 别叫我 好 好 花子媳妇 你护着你的男人 你护着你的男人 我找我的孩子 咱俩两步相干 不过麻烦你转告花子汗 告诉他最好别从狗洞里头端出来 要不然我一定宰了他 我要见郑天峰 你去哪儿啊 去上坟 给谁去上坟 给我娘 今天是我娘的生日 谁批准了 我给我娘上坟也需要批准了 不是跟你说过了吧 反正是跟郑家有关的事情 一定要慎重考虑 小心行事嘛 我找过你 可是你在开会 先回去休息吧 我是不是又给你惹什么麻烦了 你不是给我惹麻烦了 你是给你自己惹麻烦了 工作组知道了 回去休息吧 走 郑队长 吴组长请你去一趟 找我 对 现在吗 是 跟我们走吧 吴组长 我都说过了 我就是给我娘上个坟 今天是她的生日 只是给你娘上坟 谁能证明 这也需要证明吧 当然需要 别忘了 这块坟地里 也埋着你的父亲郑维辛 这不得不让我们认真思考 郑月月 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我不认为这是偶然 如果事处偶然 我们完全可以不追究 这事情发生所反映出来 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报告 进来 船长 他来了 叫进来 进来 郑天方 根据我们的调查 你的问题不在我们处理的范围内 我们决定可以放 把你的问题 交到郑家代农民协会酌情处理 谢谢 谢谢 谢谢首长 谢谢同志们 谢谢同志们 谢谢首长 你可以回去了 回去以后 马上到郑家代农民协会报到 你们带两个人 把他直接送到农民协会 是 走吧 郑绣云 你也都看到了 我们红军 我们红军是讲道理的 我们工作组也是讲道理的 我们不会因为谁是郑家的人 我们就毫无原则地进行指责和处罚 当然 也不会毫无原则地进行迁就 这一段根据你的所作所为 我们有理由对你产生怀疑 也有理由对你进行审查和处罚 关于宣传队的工作 你暂时不要管了 专门考虑你自己的问题 带了紧闭石去 带了紧闭石去 对了 问题归问题 他现在是有身孕的人 生活上 适当地该照顾也要照顾 组长 是不是跟姜团长通报一下 不用通报了 我完全同意工作组的意见 你说啥 郑天风跑了 不是跑了是放回去了 这是谁的决定 事务所长 他说郑天风的问题已经查清楚了 没有太大的恶行 更没有血债 他唯一的问题就是 是 人去哪儿了 交给当地的农民协会了 你这人都放了 你还占啥岗啊 郑天风是放了 可又有人被关进来了 谁啊 是咱们姜团长的媳妇 你说谁 郑队长 他咋了 我也不是很清楚 听说好像是他和他爹有啥牵扯 喂 他爹有啥牵扯 他爹有啥牵扯 贱耳 你说什么 这人都在那儿她 你说肯定是发整的尸体 你们凭啥把郑秀云惯了 我问你话呢 你去找花子汉了 他怎么说 我问你郑秀云的事 你跟我扯花子汉干吗 郑秀云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谁说没关系 郑秀云是我的救命安人 也是我的同志 你们怎么能把贼放跑 把抓贼的人关起来 这是哪家的规矩 程牛同志 这件事情是组上该考虑的问题 不是你该考虑的 我今天就要把这件事问清楚 你先把你自己的事情搞清楚再说吧 我问你 是不是去找花子汉了 是 他怎么说 人跑了 跑了 是不是畏罪潜逃我不知道 反正人不见了 那缝怎么说 还能怎么说 以前一提到花子汉 他就恨得牙根痒痒 现在一提花子汉 就把他夸得跟着我滑似 缝呢 杰大 赶紧把他弄好了啊 等等等等 你先去吧 你去哪儿啊 农会啊 去农会 你也不好好看看 这个地方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吧 这 这地方咋了 咋了 回去 走 这不就是农民协会吗 我咋就不能进去啊 我以前我还是农民协会的妇女代表呢 你那都是哪年的黄绿了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不能进啊 走 现在咋了 我是土豪猎身还是反动派啊 你是啥人你自己清楚 啥人 你说你神奇个啥呀你 不就是郑家大少爷的拼头吗 啥神奇的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咋了 紫云香的人谁不知道吧 啊 牛哥当了红军 你手接不住 就跟郑天峰眉了眼去的 郑天峰把你玩腻了 才送给了狗屎部的花子汗 你还是 你 你敢打我你啊 我这是打你啊 我是教你怎么说人话 你 你 来人哪 快点来人 张家的彪子打人了 你什么打人 快 这是打你 你 你 你快点把他打 三头说 三头说 快快快 他打我打了我两下呢 这边下这边你看看 烦了你了 把他抓起来 抓起来 快 抓起来 走 别碰我 抓起来 快走 就没啥收拾你 我看你 我让你这么厉害 你个臭婊子 大当 进去 你们 放我出去 芬儿 别叫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没有见面啊 我有一百三十八天 没有见到你了 我也正有事要找你 你凭啥遭见我们家憨子 你又说了 气色也不好 我问你话呢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你就是不听话呀 你说一个女孩子干什么不好 偏干那些烧她卖她的活鸡 又脏又泪不说 而且 这个华子汉 有本是娶媳妇 没本是养女人 他哪算得上个男人啊 郑天风 说憨子偷走了花 再卖给人贩子 是你说的吧 为什么呀 你凭啥这么说 他做都做了 还怕别人说吗 我根本就不信 他不可能做出这种 事情来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相信了郑维新的话 把你给了汉子 晚以为是掩人耳目 我谁想到 你却假戏真做 你以为他能 痛改前非 善莫大焰吗 你忘了那句话了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我不和你扯这些 就现在这件事 你必须跟我拜执清楚 否则我跟你没完 你呀哪都好 就是太时尚了 让你男人都给卖了 你还帮着输钱呢 老话说得好 老话说得好 马山被人弃 人山被人弃 这话一点不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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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故意的 你是故意要这么做的 对吗 你故意胡说八道陷害周梁 你想害死他 是吗 周梁 花子还是周梁 她是那个林子里飞的鸟 你不清楚 我当然清楚了 你当年 要把她送到战场上去当炮灰 现在又想出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法子 是不是只要和我好的男人都得死在你手上啊 你过去利用花子汗害了牛 现在又要利用牛害花子汗 对吗 为什么 你一定要这样做 这个问题还要回答吗 你就死了心吧 人不死心怎么可能死 人活着心死了 那不是人 是行尸走肉 这么说 你是铁了心要害死她是吗 我没有害她 是她自己该死 她做了该死的事 就应该受她惩罚 她什么都没做 都是你 咱俩只要一见面 非得半嘴不可吗 已经是龙中鸟网中鱼了 说些惺惺相细的提点话不好吗 江天方 大少爷 我记得我不欠你什么 就算当年我毁了婚约 嫁给了牛伤害了你 你该惩罚我的都惩罚过了 你还想怎样 你还有完没完呢 是我在惩罚你 还是你在没完没老地惩罚我 我为了你该做的错了 不该做的也错了 可我得到了什么 你还可以白天想夜里盼 你再苦 你也有过自己的东方花主恩爱缠绵 我有什么 大少爷 我记得我不止一次的告诉过你 我已经是有男人的人了 我是别人的媳妇 你不是已经把我和牛给拆散了吗 你不是已经达到目的了吗 这样更好 牛现在是有出息的人了 我能干什么呀 我只能从心里希望他好 希望他更有出息 可汉子不一样 他经不起折腾的 他 我求你了 求你给他一条活路好不好 我也求过你给我一条活路 你给过吗 你口口声声 说我在伤害别人 可你想过没有 我受到的伤害更大 你宁肯嫁猪狗 嫁给花子汉那种猪狗不如的东西 你也不愿意走进望凤阁一步 不是你逼我嫁给他的吗 你居然还说让我给他一条活路 你怎么能忍心说得出口 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花子汉他算什么 你现在竟然把我推到了 连花子汉都不如的绝楼上 芳 你还让我说什么 她现在变了 她现在变了 不是过去的花子汉了 她好得很 变不变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做了不该做的事 喜欢上了不该喜欢的人 这不都是你安排的 这不都是你想看到的 想要的结果吗 我还是那句话 梧桐书上只能落凤凰 你知道你这样做 我会更恨你 你现在简直就是一个小人 恶人 大少爷 吃饭了 淳于啊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不要再叫我大少爷 怎么就记不住呢 我现在早跟郑家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和普通老百姓一样 和大家都一样 我叫你大少爷 那我叫你啥 叫郑天峰 叫郑天峰同志 是 冯儿啊还没吃饭吧 要不要吃点东西 就准备了一份 淳于啊我叫你去 打听的那个事情怎么样了 您说的那个人贩子 还没找着呢 拐卖红军的孩子 这是多大的罪过 是要吃枪子的 依我看哪 他早跑了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这种人 早晚会要遭报应的 大少爷 郑天峰同志 这也不是咱们的家事 咱何必操这份闲心呢 再说了和尚都不急 太监急啥呀 不是有人怀疑 是我偷走了孩子吗 我得为自己洗个清白 淳于你记住 做人要正派 不管别人怎么样 我们不能做那些 盈盈狗狗的事 那个人贩子一定要找到 不管他把孩子卖到多远 花多少钱 我们都要把孩子找回来 那谁能做到的 他是红军的后代 是革命的后代呀 您是这么做 报告 进来 社长 您找我 陈牛同志 我来介绍一下 白鲁雪同志 刚刚调到咱们团的文书 这位是我刚刚跟你说过的 大名鼎鼎的战斗英雄 程牛同志 程连长 您好 您好 你的大名我早就听说了 攻克马安县 一席郑家寨 每一段都特别精彩 程牛同志 来 坐 是 由于你的文化底子薄 我们特意安排白如雪同志 帮你熟悉那篇 控诉郑卫星反动罪行的研究稿 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各营的同志都等着受教育 首长 这事能不能缓缓 我有事 不就是找孩子吗 你放心 组织上会帮你的 这是我自己的事 我不想麻烦组织 这是什么话呢 关心每一个战士 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嘛 小白 你一定帮助程连长 首长 我们相互帮助 很好 那从现在开始 我可就把程连长交给你了 保证完成任务 同志们 我叫程牛 咱们团的人 谁不知道我叫程牛 干啥呢你们 想啥想 出去 去 学习 去 程连长 你能听我先念一遍吗 好好好 你接着念 同志们 我叫程牛 是咱们团三营一连的连长 谁不知道我是三营一连的连长啊 知道是知道 但这个必须要介绍一下 我说白 我说白 白如雪 对 白如雪同志 你能不能把这些狼皮狗骨头的东西去掉 直接捡有用的说 咱现在又不是唱戏 用得着自报家门吗 程中 到 程中 是 团长找你 有重要任务 要打仗吗 你确定就知道了 是 连长 那这稿子怎么办啊 就你慢慢念吧 我 我念有什么用啊 你说啥 缝儿的轮回关起来了 为啥 张鼎能会同志说 是因为打人 打人 缝儿也会打人 打谁了 是不是郑天锋 不是打了郑天锋 打的是郑家寨 农民协会的一位老乡 农会主席知道你和缝儿的关系 说让你去一趟 席职处理一下 我不去 你确实跟谁赌气的 我没赌气啊 这件事我处理不了 你告诉他们 爱找谁找谁 花子涵不是他男人吗 你让他们找花子涵去 真的不去 真不去 好 同学 同学 到 跑步到山下寨 通知当地农会同志 告诉他们 这件事情跟部队没有关系 让他们赵章办事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是 不是 你 邓连长 回去吧 不是 你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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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怎么 还让我领你吃饭呢 不是 这种情况 你得给我做思想工作 你会干团长吗你 我没有时间跟你玩这种 小孩子耍脾气的游戏 郑家寨我可以去 但是我有个条件 郑家寨你可以不去 条件没得谈 你们凭啥把郑晓云同志关起来 不就是给爹娘上个坟吗 哪家闺女不给爹娘上坟啊 这件事情跟你有关系吗 有关系 人家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要是把郑晓云同志放了 我就去郑家寨 我再跟你说一遍 郑家寨你可以不去 哪有自己把自己媳妇 关起来的道理啊 程连长 到 给我命令 火速赶往郑家寨 你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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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高猫 三道叔 凤儿呢 在后面关着 先别管他 走 进屋再说 他打谁了 伤得厉害吗 他打了柳子 其实呀 也没啥硬伤 就是打了一巴掌 他打的是柳子 对 柳子 你过来 我站上啊 好 好 来了 柳哥 我听说打的人是你啊 你一个大老爷们 让负责人家打 你还有脸告状 我好难不给女斗 我扯你的当工去了 说说 他为啥打你 我就是说了他一句 他就动手打人 你说他什么了 那我当然是为你名区教研了 凤儿和郑家大少爷 哗咱那些事 你也都知道了 他敢做还不让人说呀他 我问你说他啥了 我就说他就是 郑家大少爷的拼头 这些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 呀 和 哥 这些话我还真不知道 我是刚听你说的才知道 柳子你个熊活 你咱娘的说这样 你老娘不是穿这支军争 我听你说这话 我都敢打你心吗 牛哥 他都把你喊成这样了 你还呼唬他呀 他把我喊成那样了 你还呼唬他呀 这样 你再说句我听听 那是这样的 好了 好了 哎 娘 你这大学出了龙王庙 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那柳子这么做 还不是为了给你出气 三斗叔 不就打了他一巴掌吗 多大点事啊 你看看还把人关起来 这关起来呀 那是清的 啥 那你这意思还要更重呢 牛 你跟我来 牛 你看 三斗叔 不 你们真是干什么 牛 我们大伙儿呀 都替你想好了 咱给他挂牌子 戴高帽子 有街失众 这么做 你要是感觉还没有出气 那咱就给他来 等等 我咋没听明白呢 你们把缝关起来是因为我 当然是因为你了 要不然我们疯了 那个臭婆娘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她今天就不是找上门来 我们也会把她抓了的 牛啊 你以为我们真是因为这一巴掌就关了她 那不是现在在农会消气了吗 大家都知道 当年你为了她可没手吃苦 还差点在天台上被点了天灯 可是她呢 她是咋对你的 明白了 你们这是在为我报仇呢 对啊 对啊 咋子 都别吵吵吵吵 不是三斗说 你们这是农民协会吗 当然是 前几天刚刚成立的 我看咋不像呢 你们倒像是当年花子汉搞的那个丐帮 妞 你这是这么说话呢 我们可都是正经人 怎么能和花子汉的畜生比呢 我们大伙儿啊都合计好了 不管这么说 也要给你出了这口气 这可是在农会成立以后 办的第一件大事 也是为了给你出气 对啊 方教授对不对 对啊 就给你出气 对啊 你给我说一句 你给我说一句 三斗说 各位兄弟 我谢谢你们这么帮我 可是咱们农民协会 也算是一级组织吧 既然是一级组织 咱们就得讲政策 我说要是一级组织 我说了 对啊 不过 我说要是一级组织 有级织 我说要是一级组织 你不过 我说要是一级组织